6月29号 今天早上我们又来到林克燕教授的工作室 那因为27号就上次礼拜一的时候 今天礼拜三 礼拜一来的时候 那个林克燕教授有发现妈妈的是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是吧 左边的这个肌肉 背部肌肉非常的僵硬 所以我就想起来 这次要请他帮忙说明一下 这个要怎么样处理 好 那么林教授请 如果这个背部的肌肉僵硬 都是有拉动 就是那个有在拉扯 所以肌肉会变僵硬 所以我们把它舒缓 所以方法就是你用你的手掌心的 这个手掌肉 先这样按着它 顺着左右就签心的动 慢慢慢慢上来 然后这样动 左右动 所以就会把它舒缓掉 这是最没有所谓的伤害性的 来来来来 手不能地址地下去 来可以开起来 头一滴哦 背就拱 来 好 来来来来来 肌肉 肌肉跟左右 然后就让它松下来 不需要很大的力量 轻轻来这样推 这就松下来 另外哦 这肩胶骨两侧 这边会挤的话 就是用手指就轻轻 在这个缝缝这边 最主要这个天中穴 肩胶骨的中间 这边啊 这边因为这边是肩胶骨 是没有肉 但是呢 它的肩胶骨上头 也有叫 这边行的这一块叫上钢基 钢就是钢山的钢 下钢基就在肩胶骨的上头 这一块 再把它松一松 上钢基跟下钢基 把它松一松 然后再把这天中穴 松一松 轻轻地按 我看你只有用手指头的力量吗 轻轻的 这个 因为那个天中穴 按很 用力会很痛 所以不需要用大力 轻轻地这样 轻轻地按一按就可以了 你会觉得这里 纠结了一些肌肉 你把它松掉 肩膀就松了 这边就会松下来 因为天中穴就管了整个肩脚 跟肩颈的部位 那种枢鸟 所以这个天中穴要把它 经常把它松一松 左右两边都可以松 反正这个也可以 把它松一松 但是肩膀好像也是有一高一低的现象 对对对那边掉下来 那掉下来那边是因为它中风嘛 那本来是 医生本来是建议用一个东西撑住 现在我们没有撑住它 是不是需要 您觉得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撑住它 这边右脚是没有中风的脚 右脚是中风的脚 是没有力的脚 是松软的 如果它老是外开的话 松软但是老是外开 那只脚会拉长 就是甲性也很长 所以它这边长了 它的肩膀就下来了 因为就这样子会 所谓的自助作用 它没有不好走路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会走路 这样我们的头看得很清楚 所以每天要这样给它松一下 对要把它松一下 对啊 那躺着的时候你侧身 让它侧身的时候就可以做 我之前是用拍打的 你拍呀 你拍也是当然可以 但是没有像这样 就用按摩框 结果我发现我拍打的时候 因为它鼻子有一个伤口 它拍打的时候 它鼻子的伤口会冒血出来 震动 是不是拍打的时候 调动那个气血 所以就让它那个伤口 会冒血 所以就让它那个伤口 所以不是只有做一边两边都要 所以不是只有做一边两边都要 可以动一下 以前是它的右侧后边会痛 那我们就给它弄 酸痛贴布 后来不会痛了 但是现在我发现它左边的斜腹 就是前面这个地方 tidak 热肩肌 热肩肌 这个地方按摩的时候它会痛 那我也是有給他按摩一下 我們來談好不好 他做好 所以不要做太久 好的